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学报告 文字虽然不多 意理非常的深广 第一句是一切甚深广大意 哪一种甚深广大意 可以说 世出世间一切法 任何一法 都是属于甚深广大意 所以这一句并不是专职一个意思 专职一法 那就错了 法法如实 佛在经典里面 常常用比喻来给我们讲 当然 佛讲到虚空法义 小儿讲到成毛 戒死 这是我们在经论里头 常常见到的 佛这种比喻 就是把一切 就是把一切住法了 全部都包括净了 如同经上说 佛身上 佛身上一毛端 我们这个寒毛啊 毛端 这就很小了 这一毛端呢 就有祝福菩萨在那里活动 在那个地方讲经受法 开大法会 建大道场 这都很不可思议的境界 毛孔没有放大 它那个大道场并没有缩小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可是 通过佛法的学习 如果真正在原理 原则上稍稍有体会 佛说这个话 我们会点头 我们会相信 为什么呢 礼上讲得通啊 这个礼不是普通的礼 其实也是普通的礼 不过这个普通的礼 我们见不到 我们想象不到 所以就感到非常奇怪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通过佛法修学 就可以相信他 那是佛给我们说的 世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 都是 为心所献 为师所变 所以他能够互相舍入 大能容小 我们不怀疑 小也能容大 我们就不懂了 小可以能够容大 小是发心变的 称心 大也是发心变的 从性上说呢 就互相融通了 没有障碍了 所以这些事情 必须要坚信 你才能够清正 这佛家常讲正果 正果这是什么 就是欺如这个境界了 把佛所说的这个境界 是自己生活当中 亲正的境界 所以佛说一切法的好处 那就是 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证明 所以我们不是被 释迦摩尼佛牵着鼻子走 凡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 那都不是好汉 佛是教导我们 诱导我们 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真相是他亲正的 他把他证得真相的这些经历 方法 经验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我们何以不能正当 这个事情就在眼前 就在现前 为什么不能正当 是因为我们有障碍 佛法里面讲的业障 因为自己有障碍 所以不能正当 可是似是真相呢 似是真相上 没有障碍 给主说 理上也没有障碍 似上也没有障碍 相上也没有障碍 障碍在我们的自己心 我们的旺心 所以把外面的四十真相 也都变成了旺境 外面的境界也都变成虚妄 是我们虚妄的心 把这个虚妄的境界也变成虚妄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这个境界是不是真的虚妄 跟主说不是的 境界如果真的变成忘记了 那真的就没有了 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真相不是什么有了 反而是会变更的 就不是真的 真的是永恒不变 大臣经 花言 发华 原觉 楞言 都给我们说明 我们现前的这些四项 有没有变化呢 跟主说没有 要跟你说没有 你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那就以自己自身来说吧 一年比一年衰老啊 这怎么没有变化呢 我们有身老病死 身老病死就是非常显著的变化 怎么能说没有呢 可是佛告诉我们 事实上确实没有 但是我们在感受当中啊 就在有 你这个感受是错了 是你错觉当中产生的变化 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根本就没有变化 佛家常讲的 不生不灭 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 这个说法 越说我们就越糊涂了 我要跟你讲 人有身老病死 植物有身住一灭 这个地球还会有沉住坏空 你都点头说 嗯 说得对 你都能承认 如果跟你讲 人没有身老病死 地球也没有沉住坏空 你就摇头你说错了 诸佛菩萨都是这么说 他说的是真的 我们自己看错了 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大家要念过金刚经 不过金刚经念了也没有出 你围住境界吧 金刚经真的念懂了 佛讲这一句话 这些话了 你就会点头啊 我看到佛经上说 人没有身老病死 植物也没有身住一灭 矿物也没有沉住坏空 我听到点头 你们听了反对 为什么呢 这金刚经的意思 我懂一点 佛讲的 有道理啊 经上明明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以为这些相是真的 那相不是真的是什么呢 这相佛讲得很清楚 非真非假 你不能说它是真的 也不能说它是假的 这个意思就很深 因为你说它是真的 你落在妄想分别之处 你说它是假的 你还是落在妄想分别之处 只要你有妄想分别之处 你就见不到真相 什么时候 让自己面对着所有境界 一切人四无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真相你就见到了 这叫功夫啊 然后佛在经上讲的 金刚经上说的 三心不可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如路亦如电 印作如实观 你就恍然大悟了 你点头过 你点头过 释迦牟尼佛说的对 没有说错 那么我们今天的麻烦 妄想分别 执着放不下 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 我们完全不懂 佛说法了 两种说法 一种叫方便说 一种叫真实说 方便说是随胜我们的常识 我们听了很容易懂 真实说呢 那是他自己亲政的境界 我们不懂 你比如他讲这个宇宙的来源 生命的来源 这是今天科学家 哲学家 我们还加上个宗教家 都在那里探讨 探讨了几千年 到现在也没有结论 如来业余能言说 佛一句话了 就把它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 那得要有相当程度的 他懂 这个水平不够的人呢 听了的时候还是不懂 不懂 那佛就讲第二一 这个第二一就是 随顺众生 说你能够听得懂 然后慢慢再把你的境界向上提升 这个就是由起而生 佛就有层次的来教学了 这个就是所谓三成佛法 五成佛法 但是要知道 正如法华经理所说的 唯有意惩罚 无二也无三 出福方便数 佛对于一切众生 慈悲到极处 决定是给你讲真实 真实不能接受 再给你讲方便 方便是诱导你 其如真实 却不是叫你永远只在方便 那佛对不起 那佛对不起 其方便是诱导其辱真实 然后你才晓得 一切法都是甚深广大义 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常常跟诸位同学们报告 这个经典当中 每一个字 每一句 都是无量意 一字一句 讲一年都讲不完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今天 没这个能力 也就是识 我们所设的很浅 不够深的 我今天跟诸位讲一个字 讲一句 顶多只能讲两个小时 讲一天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个就是我设列的浅 不够深的 那比我更深的 他讲的时间就会更长了 意思就会讲的更多了 所以我懂得 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 不仅是自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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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佛经升广 无量义 我们看看基督教的新旧又如何呢 一样啊 没有例外 那么再看一看 像我们更新的小朋友念的 他们现在在教弟子规 弟子规里头每一句每一意 每一个字也是甚深光大义 也是讲不完的 讲不尽的 世出世间法 任何一法 都是甚深光大义 所以上头加一个一切 下面是赞叹 如来一句能一说 为什么 如来的智慧 是圆满的 我有一丝毫欠缺 所谓是 赤法 地缘 这个法是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法 这一切法的根 一切法的源头 他找到了 他明了了 所以一切诸法了 一离就无有穷尽 我们今天没有找到 诸法的根源 我们在讲习里面 这是不得已 常常用树木花草 来打比喻 像一棵树 这个树有一 有树叶 有树梢 有树枝 有树干 有根本 无论哪一个部分 都是一发 我们把这个比喻 一切诸法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树叶 在树叶这个范围 充其量 你只了解这一片树叶 跟这个树叶 相连的另一片叶子 就产生了 隔阂 这个里面就分字分他了 这是我 那是你 那是他 就分你我他了 这个肉的钱 如果将林国 他仔细再一观察 它是一个树梢生出来的 才晓得 这个几片叶子 原来是同一个根 那个根是树梢 你了解 这是一个族群的 是一个祖宗穿下来的 纵然不是亲兄弟姐妹吗 唐兄弟姐妹 族兄弟姐妹 这就好像 你已经观察到 这一个树梢了 这个树梢 跟那个树梢呢 又对立了 那那个是另外一个祖先传的 跟我们不是一族 不是一类 入的还是钱 再深入一层 原来这小多树 这个树梢啊 是一个树枝 你能够找到树枝了 才晓得 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 还是共同一个族群 我们中国人讲 盘古开天地 那世间人都是盘古的子孙 后裔 外国人讲呢 亚当夏娃 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时候 这是人类的老祖宗啊 那么这就好比说 你找到了树干 那么由此可知 真正的基督教徒 真正的天主教徒 还包括犹太教徒 伊斯兰教徒 他们的经典里面都肯定 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夏娃 这个是西洋的意志 跟东方的不一样啊 如果真能肯定的话 真正懂得这个教徒 你就晓得 全世界所有一切人民 我们是一个祖宗啊 我们是一家人啊 一家人还要分彼此 还要打得头破血流 怎么对得起老祖宗啊 这个老祖宗从哪里来的 老祖宗神造的 我们就救他经典上说 神造的 于是我们要使 对另外一个人 不和 不好 不和作 你想想 怎么对得起神呢 怎么配做神的信徒呢 怎么配做神的儿女呢 这个世界是神造的 除这个世界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球 星球里面有高等生物的 不止地球一个 很多很多啊 现在常常讲外星人啊 那些外星人的祖先又是谁呢 不断地去追根究体 追到最后啊 同一个根 同一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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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发戒 所有一切众生呢 同一个根源 发生的 这个根源在华言经上讲的 真如本性 所以说是 这佛讲的 我一心所谢 这个心 真一心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是心 哎呦 思维是心 现在下来是 思维在脑里头 大概讲的 心是这个 也不是 如果说是 这个脑是心 这佛在经上讲的 心有多大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我们这个脑不能包太虚啊 不能周边杀戒 那到底心在哪里 《楞言经》一开端 阿难尊者跟释迦牟尼佛辩论 心到底在哪里 阿难说了 其处都被佛布导了 那么心到底在哪里 心 无在而无所不在 因为它不是物质 它没有形象 你眼睛看不见 耳朵也听不见 鼻也嗅不出 身体也接触不到 它确实存在 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用个比喻 就好比电磁波一样 那我们想想 这个电磁电波在不在呢 电波 大家现在都知道在 特别是使用无线电 你能够感觉到 电波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可是六根都接触不到 佛告诉我们 真心 就像电磁波一样 但是电磁波 它的作用 还相当的 微乎其微 它的波动的速度 跟光速差不多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可是新的波动 这个速度就太大了 一刹那之间 周边发解 变虚空发解 这是什么呢 说得太抽象了 我们更难明了 说得具体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的念头 念头才起 就周边虚空发解 比电波 比光波的速度 快得太多太多了 电波跟光波不能别 那个速度太慢太慢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 佛在经上 给我们讲的这些大道理 所有一切诸法 他的体 就是真心 就是自信 是这个东西 它是能变的 虚空发解 一切众生 是所必 能所是已 不是二 能所从来没有 离开过 因此 如来 有能离 一句就说尽 一句虽然说尽了 释迦牟尼佛 还不厌其烦地 为我们说法 四十九年 那你要问 四十九年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一句 这一句你不能够透彻地理解 慢慢跟你细细说 这一句是什么呢 一句就是刚才跟诸位报告的 唯心所信 唯事所变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就说这一句 这一句 你要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么 你就叫做佛陀 你已经相当清楚 还没有彻底明了 那就趁你做菩萨 你要是完全不明了 你叫做凡夫 凡夫 菩萨 佛 都是人 不过是对于四十真相 了解多少 跟你建立这个名词 这两句话 我们把它和起来 佛在《般若经》上说了一句 诸法实相 这一句话要用现代话来讲呢 这我常常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我们 无非是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已 我们今天读这一部花言经 这一部花言经就是宇宙人生真相的概论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经 我分量这么大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 分量不大 这是真正大经的目录提要而已啊 龙叔菩萨看到的本子 比这个分量大得太多太多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是目录提要而已 但是 佛说得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所以一切甚深广大意义 就是平等无高相 你从任何一门 只要你专学专攻 你都能够彻乏根源 就是对于四十真相 透彻了解 这个了解到知还不行啊 到干也不行啊 到本也不行啊 一定要到根 无论哪一方 世出世间 无论哪一方 如果我们讲学术 无论哪一种学问 无论哪一种宗教 无论哪一种文化 都没关系 只要你深入 你要入深入 找到根了 你才想到 虚空发界 所有文化 同一个根 所有学术 同一个根 所有宗教 还是同一个根 找到这个 在一般宗教 在一般宗教里面 称为你是神圣 在佛家称为你是佛 称为你是菩萨 名词不相同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 世尊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金 只是说明 这一桩事情而已 这一桩事情 我们今天修学 如何才能欺辱呢 这是我们 每一位同学 很关心 其如 佛告诉我们 一定要修学 佛给我们说 一切金 任何一步金 不论是大小尘 不论是这个经文长短 任何一步金 都可以把它封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教经 教是什么 言语文字 这是教 第二呢 理 语言文字里面 所说的道理 所说的方法 所说的境界 都是顺利 第三个部分 行 我们怎样去做啊 这个行 就是变化了 我们在学习 通过学习 我们的思想 产生变化 我们的见解 产生变化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 待人 借物 都起了变化 第四是真 真是什么 真明 佛所说的教 佛所说的理 佛所说的行 真是不许 无比的善好 我们真正把它证实了 每一部经 有这四个意思 再跟主说 每一品经 也有这四个意思 每一段经文 也有四个意思 每一句 也有四个意思 每一个字 也有四个意思 你怎么能说得尽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懂 经本展开 那你怎么能深入啊 真的 你皮毛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得到 因此 佛苦口婆心地 教导我们 我们要想真正学习 学习 学习做佛 不是别的 就是通过学习 恢复我们自己 本来灭目而已 说本来灭目 这是佛家的一个说语 现在人很难懂得 什么叫本来灭目 我们必须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恢复你本有的智慧 这个智慧 就像宗教里面赞美上帝一样 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佛说 我们本来有这样的智慧 第二 恢复我们 自信 本具的能力 我们有万德万能 现在我们的能力失掉了 一样都不会 第三 恢复我们的向好 我们今天 摄像 摄像今天这样 我们的外表 不好看 我们的体质 更糟糕 常常生病痛 我们度佛经 佛经上常常赞叹佛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度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 深精色 自摩真 金刚不坏身 佛说 这是我们本来的 我本来是这个身体 现在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智慧没有了 能力没有了 向好没有了 乐得如此地步 我们不知道 舍在家 我们从来也没想过 没想过这些问题 佛在经上跟我们提出来 为什么会丧失掉 佛在这个经上 一句话道破 真地行事 他的大德大能 一语能也说 佛讲了 一切众生 借由儒来智慧得下 这是宣布 我们本有的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振得 一句话道破了 你为什么把你 本有的智慧能力 通通丧失经文 是因为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所以你的本能 不能现前 但是 本能并没有散失 这一点要懂得 不过是现前有障碍而已 暂时不起作用 佛在今天上 也有个比喻 把我们的智慧的得相 比喻做太阳 太阳在天空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比喻做一片乌云 乌云执着太阳 不是太阳没有了 太阳有 就是这一片乌云执着它了 所以它不起作用 它的光明不能普照 这个乌云除掉了 这个日光不就现前了吗 佛教我们 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妄想分别 职责写掉 你的智慧的能 向好就现前了 我们现在这个向 会改变 你看看向的人不是常说吗 向随心转 你的心 是妄想心 是分别心 是执着心 你的向就不好 你的心要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的向就跟佛菩萨的向一样 不但你向好 身体好 你不会生病 你不会衰老 你身体健康 同时 你的能力恢复了 无论说什么东西 你一看 一接触 就会 你的智慧也现前了 自信里头 本质的能 只要把障碍去掉了 你就能现前了 释迦牟尼佛教学 千言万语 苦口叮咛 教学的总纲领 不外乎此 可惜的是什么 我们这些学生不是好学生 不听话 不肯认真学习 真正听话的 自古以来 祖师大德常说 实际上经典 记载也很多 缅安中人 是佛的真实弟子 一种上根立志 佛一说 他就明白了 明白之后 真放下了 不再打妄想 不再有分别 不再有知识 通通放下 这种人 这种人 好教啊 很快 就其如 佛的境界 另外一种人 下雨 他虽然没有智慧 讲什么他也不懂 但是听话 老实 佛教他一个方法 譬如说 教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他心里什么都没有 三年无哉 他成功了 他智慧要开了 德能也现钱了 向豪也居足了 这种人心 虽然没有聪明智慧 听话老实 老实人又救了 我们现在什么 在这两个当中 既不是最聪明 又不老实 所以 很难度啊 释迦牟陀佛 苦口婆心 说法四十九年 为谁啊 是为我们这些人 那两种人太容易了 几句话就帮助他们 就成就了 我们这些人困难 说不懂吧 还懂得不少 说懂吧 真不懂 难就难在此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 第三句 如是教理等世间 今晚 它是祭宋 每一句七个字 因此 因此这里就有省略 省略什么呢 教理下面有行 有果 教等世间 理也等世间 等是平等 也就是周边的 也就是周边的意思 行也等世间 正也等世间 没有一样不失 都边世间 这个意思 确实是很深 确实是很深 说明了 我们齐心动念 我们的言语造作 没有一方 不是周边世界 这个世界大了 没有边际 是 是讲的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以中国这个字 这是三个时 三个时代表是 过去十年 现在十年 未来十年 三十年叫一时 中国古师部的说法 它是讲的时间 时间 过去 越无实 未来无踪 诸位要晓得 我们齐心动念 这个思想的波 念头的波 立刻 就变满了时空 这个见识空间 见识设方 跟那个戒的意思是一样 讲世间 跟讲世界意思完全相同 空间没有边际 时间没有始终 一念能周边 所以 在物理上讲 什么样快的速度 都不能够跟思想 相提并论 这事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事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我们把它归结起来 它地缺善水 我们现在讲 它很会水 从哪里见到呢 掌握到纲领 一举能言说 这是纲领 它能够掌握到 能掌握 它就能发挥 所以 无论 在教训 在理论 行就是生活 把这些 教学 我们现在说成 教训 佛在经典上 这些教导 教训 道理 方法 都能够落实 到生活当中 全方位的落实 面面举到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除世待人久 它就是得受用 得受用 就是更过 换一句话说 它从此以后 过祝福菩萨的生活 不再过凡人的生活 祝福菩萨 是得大自在 得大安稳 得大快乐 利苦得落 这就是什么呢 你在学习当中 你能够抓住 纲领 你能够把 纲领 落实在 设计生活 如实教理 等实践 这个说法 意思都说出来了 但是 说得很寻领 我们还是 很难体会到 那么最好 说得清一点 说得白一点 符合我们现前 用现在人的说 话来说 我们的文化水平 不是说文化水平很低吗 讲得这么高深 很难体会到 把这个水平降到最低 佛教给我们 效养父母 也是 如来一句 能言说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叫我们什么呢 就叫这一句 效养父母 我们很难懂得 什么叫效 都为要记住 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 确实没有中国人聪明 这是现在西方人都肯定 我在 1983年 在美国纽约 奖金 沈家政居士 邀请我去的 有一天 我们在一起吃饭 同桌 有几位美国人 他们开玩笑的 跟我讲 现在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跟过去不一样 那我就席而恭听 什么不一样呢 从前 西方人都以为 中国人是野蛮人 没有开玩笑的 现在我们想的 全世界一个一个比 中国人最聪明 中国人第一 这个看法 不错 他讲的的确是不错 但是他说 两个两个比呢 犹太人 第一 三个三个比呢 日本人第一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人虽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不团结 意思在此地 他就最后就问我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团结 我顺口就答复他 上帝的安排 他们是基督教徒嘛 上帝安排的 他很惊讶 这是为什么上帝 这个安排 我说中国人团结 你还有饭吃啊 这一笑就了之了 他说的话是真话 中国人 确确实实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你看看我们老祖宗 发明的文字 你们想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所以一个人要静笑道 不容易 能静笑道 这个人就是佛了 就不是凡人的 笑这个字是会一 你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这个意思 他上面是个老 下面是个子 这个意思说明说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 不能分开 分开就不笑了 所以外国人讲有代沟 中国科目有代沟 有代沟不就不笑了吗 笑子测掉了 代沟 外国人可以讲 中国人不能讲 中国人讲的时候 大逆不道 怎么老一辈前面还有老一辈啊 下一代后头还有下一代啊 过去无时 未来无宗 是一个整体 这是笑的意思 所以中国人纪念祖先 外国人感觉的莫名其妙 你们祖先 几百年几千年 见都没有见过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记得干什么 他不懂笑道 他不知道生命是一个整体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没有人叫他 最中古 日本人 在美国还有三代同堂 那邻居外国人看到 非常羡慕啊 他们也会羡慕 可见的 他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 美国小孩长大了 16岁了 在法律上 他就承认了 他要离开家 家里就不要去找他 他在法律上 可以独立了 有的时候 一离开家 永远不回来了 很多 年级 这个儿女在外面 还能够纪念母亲 给他寄一个货卡 这个母亲看到之后 就欢喜得不得了 这个小孩没有把我忘记 没有货卡的 太多太多了 不懂得笑道啊 所以笑这个字 要笑的 树穷三纪 那你就会连续想到 横边设法 如果不能有 树穷三纪 横边设法 这一个认知 你对笑这个字 就不认识 那一样 你就更不懂了 经常给我们讲的 小羊 父母 那个意思 生得不得了啊 不是啊 生我这个父母 生我这个父母 当然要笑羊 你看 你看佛在 戒经里面讲的 一切男子 是我父 一切女人 是我母 这个意思 就没有止尽了 要把 效仰 父母的心 效仰 父母的心 扩大 效仰 虚空 发戒 一切众生 谁做到 佛做到 做到的人 叫佛 不都是一句话说尽吗 是佛经就任何一句话了 那个一礼都是 等虚空发戒 都是说不尽点 所以 我们不仅是要 养父母之身 父母 在是在的时候 生活齐居 要善于 照料 年岁大了 就像 父母过去 照顾 我们 在童年时候 一样 我们两三岁的时候 父母照顾 无无一不止 到他衰老的时候 这个要报答了 知恩报恩 知恩报恩 这四个字 佛说的 在大般若经里面 佛教菩萨 那不是普通菩萨 二地菩萨 二地菩萨所修的 十个科目 里面有这个科目 知恩报恩 你为什么会报恩呢 因为你知恩 你就会报恩 现在人为什么 不知道报恩 他不知道恩 没人叫他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现象 也不必伤心 释迦牟尼佛 已经跟我们安慰了 你看无量寿经上说的 先人无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者 树无怪也 不要怪他 他的前一辈 无知 没有教他 他怎么会懂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世间人 不懂思 不懂道德 不懂报恩 念这句经文 心就平了 就晓得 那是什么原因 没有人教 父母不教 老师不教 在社会上 根本没有人教 那你怎么会懂得呢 由此可知 一个家庭要兴旺 社会要安定 世界要和平 靠什么 靠教育 我们常常提到的 第一个家庭教育 第二个学校教育 老师要教学生 第三个社会教育 我们的隐形 举止 要给社会大众 做榜样 做模范 这就是属于社会教育 第四个是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 是教育里面的最高峰 提升你到神圣的境界 但是家庭教育是基础 是根本 如果没有家庭教育 其他的教育都落空 这是今天整个世界 社会动荡不安 人民生活痛苦 云因之所在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全世界 每一个地区 家庭教育没有了 学校教育 也不讲仁义道德了 社会就更不必谈了 你们看看报纸 看看电视 看看电影 那是什么教育 唯恐社会不乱的教育 新加坡这个地区 政府领导人 相当的邪明 所以对于社会教育 他们已经注意到了 凡是负面的 不良的都列入净职之力 保护社会的安全 保护我们精神的污染 这样的政府 在今天的世界 已经很难找到了 其他的地区 民族自由开放 邪知邪见 充满了社会 燃物人心 燃物思想 燃物见解 甚至燃物你的身体 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所以我是很不喜欢 民族自由开放 话说得很好听 老百姓遭殃啊 我们要痛定思痛 要有能力辨别邪政 辨别是非 我们要敢讲一句公道话 我们不是反对 民族自由开放 民族自由开放 要什么样的水平 才能够开放呢 大方光复华言经 人人都是发声大声 开放了 华言经上真正是 民族自由开放 你看在华言经界里面 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 人与人与人之相见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都是自己谦虚尊敬别人 互做互作 有这样的道德水平 才可以谈民族自由开放啊 没有这么高的教育水平 那就糟了 决定不可以的 其实就学校教育 诸位自己想一想 也就一回 你也就能懂得了 小学生 年岁小 无知啊 管教要严呢 不能叫他民族自由开放 那得了啊 我无法无天了 可是到了大学呢 你看 他就比较要开放 他有这个知识水平 他有能力辨别协政是非 所以管教这个分寸 大幅度的放宽了 道德在此地 你要念到硕士班 波斯班 没有老师管你的生活了 完全自由开放了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人民 是不是过过度到了波斯水平了 没有嘛 那是少数人嘛 大多数人 还是小学中学程度啊 那怎么可以开放啊 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种口号听起来好像是有理 实际上必病太多了 我们今天整个社会 这其实世界上 其实一人口受这个苦难 都是被这个口号害了的呀 现在大家无知啊 还赞叹这个口号啊 都说总得要明理 所以佛确确实实实使任何一句话 归咎到底都是究竟圆满的大法 从孝清 这才能够尊师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孝道没有了 私道就没有了 这两样没有了 天下怎么会不乱呢 下面就不必说了 说慈心不杀 修师善业 决定做不到了 那我们想想 我们今天学佛 学佛也不少年了 我们有没有做到孝清这次 那就问问 我们有没有做到十三页 我这一问 你们哪一个人敢讲 你十三页修得不错了 没有一个敢讲 什么原因呢 不懂得孝牙父母 不懂得奉尸师的 果然懂得孝清真思 你决定是慈悲心 你决定修师善业 不要人劝你 自自然然 师善业是自己平常生活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 你真懂得 这个是佛法教学水平降到最低 没有比这个更低了 更低就没有了 这是佛法最低这个水平 但是要想到 这四句里头 每一句 每一个字的意思 每一个字里头的 教理行果 都是等虚空发现 你要能真正做圆满 做得透彻了 就是祝福如来 就近圆满的国地 这叫佛法 但是这种教学 我们要不认真 不努力来学习 那就完全错了 我们就不可能有成就了 我们的修佛 讲到真实的受用 真正的好处 你完全得不到 你所学的 不过是一点 佛学常识而已 常识不管用 常识转不了我们的夜报 一定要认真地干 这个敬业三福 我过去做过专题讲演 由陆相待 你要问学佛从哪里学起 要从这里学起 从敬业三福学起 千万不要把他看到 这个钱 跟诸位说 说老实话 佛法里头没有钱法 说神呢 佛法里头也没有神法 佛法是无神无钱 你感觉到这个经论 这个法门 对我很适合 我能够理解 我能够奉行 这个法 对你 就奇迹 你只要认真努力 你决定 就成就 这个是佛法教学 跟世间教学 不相同的地方 教科书不一样 教学方法也不一样 自古以来 这两三千年 代代相传 这个方法有效果 不可以随便变更 现在人不懂 认为外国 科学方法不错 用科学方法来学佛 佛法就变成科学了 就不是佛法了 就变直了 你就学错了 真正学佛 还是代代相传 老方法 靠得住 非常有效果 我们在讲台上讲经 这从前 眼培发思说得好啊 他说这个话 是1977年 我在香港 讲了年经 那么他要到香港 去玩 我们有那一天 碰在一起 我陪他去旅游 在巴士车上 他老人家高谈 可论 就谈到我们奖金 他说你看看 我们这些奖金的法师 哪一个是佛修院出来的 举了好多例子 没有一个是佛修院出来的 他指着我 包括你在内 都是传统方法教出来的 佛修院是用现代的教学法 所以括修教学法 很难成就啊 我们老办法就是私俗里的教学法 收效果 很快速啊 旧的方法 有很多是很好的 应当要保留啊 不可以随便丢掉啊 新方法固然好 要看清楚 他有好的一面 也有弊病的一面 他有副作用 那老方法里头 虽然也有一些不好的 他有一些真好的 要知道保留 要知道发扬挂大 我们今天在此地办 培训班完全用老方法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 你